大家好我是這一次的連戰的詩人其中之一 我叫做阿高 阿高就是阿吼阿吼就是吼字的意思 因為我非常喜歡非常喜歡吼字 然後大家都叫我林濟剛 為什麼會辦事展喔 我是一個非常愛表達 講好聽人叫愛表達講 那天也就叫做很搞維的人 然後我對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 跟自己的想法 然後這並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你就變得你很愛講話這樣子 我會用很多種方式來傳遞這些我想要說的訊息 我很不愛穿衣服喔 我非常的赤裸 有時候赤裸的太過分了 那個赤裸是 我總是太 誠實的 去 傳遞我的作品 藉由作品來傳遞我想要說的話 那為什麼說這個呢 我的詩呢 其實並不是那種 很文周周的詩 它大部分的時候都是 都是非常情緒性的 很多時候都是沒有修飾沒有整理的 所以你會看到 是裡面有非常多粗糙的痕跡 無論是節奏上面也好 或者是結構上面也好 或者是使用的字 詞上面也好 你都會發現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一個 所謂完整的作品 好 但製度而言並不重要 我不是那種 我不是那種會為 說我會為藝術犧牲阿 然後為文學奉命阿 我不是那一類型的人 對我來說 我 藝術對我而言 反而比較像是 像我要吃飯要睡覺這樣 它是一個很 我生命中沒有辦法缺少的一個 環節 或者是構成我活下去成為生物的 基本要素之一 三大要素阿 陽光 空氣 水之類的 可是 對我而言 創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可能會睡不好 你可能會 失眠 你可能會做噩夢 但不管怎麼樣你還是得要睡覺 所以 對我而言 詩是這樣的存在 劇場是這樣的存在 舞蹈 音樂 都是這樣的存在 嗯 然後展 之所以要辦展就是因為 你說話之後 最主 最 剛剛講的最主要 哈哈哈哈哈哈 最 最主要 就是希望有人可以聽你說話 展覽就是一個 可以讓更多人聽到你說話的方式這樣而已 表演也是 一直都很希望很希望有人可以 聽我說話 就像你現在正在聽我說話一樣 呵呵呵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要 呃 我們接下來會一直在網路上面 發布 呃 有關 讀詩這件事情 就是我會邀請一些 我的好朋友們啊 然後一起來念念這些作品 讓這些作品 可以 被 聽到 它不再是單純文字上面的 文字上面的 的 呃 呃 傳遞 它可能多了聲音的想像 也許 會有不一樣的 感覺 然後我今天要念一個是 呃 詩展沒有的詩 所以 所以 大家要 仔細聽囉 那為什麼詩展會沒有 展出這一首呢 我非常喜歡這一首詩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我忘記印的 哈哈哈哈 我 我就忘記印到這一首了 反正就是那個整理的時候沒有整理好吧 然後 而且 詩展面裡面沒有位置可以放 算了吧 可能就 就沒有緣分 就讓它 以這樣的方式呈現出來 好 然後 我要看一下我的小抄 我發現要把詩背起來好難喔 怎麼有人有辦法把自己的詩背起來啊 所以 請不要介意我看一下我的小抄這樣子 這首詩叫做 它有一個字叫做 惡 惡就是一個車 然後一個 惡夢的惡 就是我們以前在學數學不是一個共惡複數嗎 就是你在算實數虛數的時候啊 然後不是有一個共惡複數 那個 惡 好 好 連續三十天 早起 盡量不要賴床 深深懶腰 吃一頓早飯 神接一碗春雨 為自己 畫一幅畫 學習一座山 如何安靜地坐落在河邊只是聽它 聽它把話說得像一朵懸掛的蓮花 燦爛而不慘媚 學習一位沒有勳章加冕的騎士 勇敢而不好鬥 此生的戰役 只為了爭討最大的敵人 失落的同時 要在碗裡看見他們的臉 有人得以幸存 是因為有人犧牲 罪惡永逸時 心存感謝 看得見自己的殘忍 才看得到死悲 連續三十天 為自己挑選一張沒有鬧鐘的床 畫一幅畫 吞咽最後一口 道歉 然後原諒 看得見 捲曲生子像是一隻小蟲 再次能因生命驚喜 就已經是春天了 謝謝